大家好 今天我拍這段H&N的影片 應該是我拍片以來最 心情最沉重的一段影片 因為在拍片前幾天 香港的7月7日 我收到一個很 悲傷的一個消息 就是香港一代的 魏平人 周凡夫先生 離我們而去 我相信對於很多朋友來說 這個消息是比較突然 但其實我知道 在他離開我們之前 他身體其實已經 不是那麼舒服 是 出出入醫院很多次去做不同的檢查 在這段時間我其實都不停又跟他聯絡 關心他 我記得我 最後跟他的通訊是7月1日 他那時還跟我說 其實他還未 檢查到身體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就是這幾個月來就 很虛弱 兩個月來就收了10磅 很快累 我沒什麼吃肉等等 等等 他還說其實他 未來就會再去檢查一次 希望找出原因 對證下約 最後還跟我說 希望可以 代他 祈禱 他自己也有一個 長期作戰的心理 很可惜 然後再以 一個禮拜都不夠之後 他就收到 他離我們而去的消息 我相信周凡夫先生 大家 在音樂圈裡面打滾 的人 都一定會認識他 沒聽過他的名字 我應該見過他這個名字 當然啦 例如我們這些 寫了偽瓶 透過偽瓶的人 周凡夫先生的文章 是必讀的 用奇才來形容周生 是絕不為過 因為其實 他沒有 正式接受過任何 音樂的正統訓練 他真的 不停寫 不停寫 不停去學習 我還記得他跟我說過 最好的老師 在圖書館裡面 因為他 年輕的時候 經常都是去圖書館 那裡 去 吸收不同的知識 而且他寫的 範疇是很廣闊的 他寫的 不僅是 西洋的音樂 中樂他也寫得 甚至其他art form 例如是 戲劇 舞蹈 戲曲 影評 甚至是食評等等 他其實全部都涉獵過 可以寫那麼多不同類型的評論人 在香港我甚至相信 我相信 這個世界上真的很少有 周生 可能真的 沒有第二個周生出現 我相信 我相信大家都會很記得他的豪邁的笑聲 而且他是非常之多話說的 我還記得 我2014年的時候 就有一次有機會去訪問他 當時我在ITC 幫ITC的一個網上雜誌叫Artism Online 那個主題就是 我是魏平人 聚焦是魏平人 我主動提出 可不可以我去訪問周生 以一個後輩的身份 去訪問前輩 當然我一定有一點私心的 我都想去請教一下 周生 他一路的 心路歷程 他經歷過的 東西等等 希望可以從中偷私 最後這個 訪問 變成了 到我目前為止 可以說是最痛苦的一個訪問 為什麼說痛苦呢 因為 整個訪問過程 他 完全是自動波 很若緣何 一卵嘴不停不停地說 我作為一個訪問的人 我基本上 問不到他的東西 因為他真的不停地說不停地說不停地說 不得只是 沒有位置讓我入 因為我其實一直聽 我一直在寫屁股 我已經在想 我有沒有什麼位置可以 放進去 拉回他 因為我 我已經設定好問題 設定好流動 方便我自己 之後寫了一篇文章 但是 他說的東西 插針也插不入 最後我變成 聽眾多於 訪問者 當時我已經很感受到 在他口若緣何的背後 其實是有很多的 故事 很多的 見聞 很多的 分析 很多的經驗 亦都包括他在電台 做電台主持的經驗 因為 因為真的沒有 Dead air 他說可以不停地說不停地說 你不會有Dead air的情況 所以他主持的電台節目 也有邀請過我 去做一個 嘉賓 跟他交流 之後 很感受到這件事 他很懂得 帶著人 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是很 很遷就得人 很 幫得手 我還記得我 好幾年前 我 曾經想說 去搞一個 旅行團 去看 去外國 聽 concert 就是找一些 本地的樂平人 跟著樂平人 一起去 聽 concert 這樣的idea 我心目中 首先的藝平人 當然是周生 但周生會不會 肯 肯 參與呢 其實我都不肯定 但總之我都找了他 他一口答應 我還記得他 立刻跟我說 香港應該一座 這樣的旅行團 他 不但答應我 甚至他沒有跟我 計較 錢錢上的事 總之他就給我 放心給我 你給多少 我都可以 你決定 還有他甚至是 好 好 我幫得了手 一些後續的宣傳 他直接幫我拉入到一些媒體 去做一些訪問 完全是超出我 我本來只是想他 掛個名字 之後的宣傳 我去負責 我真的沒想到他會幫我拉入不同的媒體 做宣傳 雖然 旅行團最後擺不成 但是我 都 真的很深刻印象他 很幫得了 另外 跟一個合作 就是 幾年前 倫敦家樂團 來香港的時候 我 第一次 是 被邀請 去做一些 唱歌前的一些講座 我做了幾節 其中一節的拍檔就是周三 跟他合作的時候 他又是這樣跟我說 你決定怎樣做 我配合你就可以了 就是一個很容易夾的 很遷就人的人 而 你都會很放心地跟他夾 因為 你知道他一定是可以 給到一些 反應 即不論是臨場的反應 或者他事前準備的功夫 因為我去到 我已經看到他拿回 倫敦家樂團以前來的長康 他絕對是準備十足 而講到長康一樣的 其中一個特點 當然他是一個活字典 任何人有什麼問題 遇到的 譬如一些資料性的東西 是一些 樂壇裡面的人物或者事件 有什麼 你想了解想清楚 我相信大家 第一個想起的 一定是周凡夫 因為他真是一個活字典 他可以跟你 說得很清楚 找回資料 告訴你 而我覺得 他這個 資料詳盡 絕對是他的性格 因為他其實 凡事 他記錄得很清楚 甚至 譬如他聽音樂時會錄寫下筆記 就算一些平常事好 他也會記得一清二楚 甚至跟你普通的平時的對話 但是呢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 周先生你不用跟我說那麼多 Too much information 你不用說那麼多 譬如我 我最後一次見面的時候 亦都跟他談過打疫苗的事 他又是 口藥圓河 滔滔不絕地跟我說 為甚麼他要打疫苗 為甚麼他不選擇去 去那些疫苗的中心 一定要找私家診所 他還跟我說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我會知道 幫我打那個人 叫甚麼名字 有甚麼事 都可以找回他 然後跟我說 我打那個疫苗的人 叫甚麼甚麼 我真的 我當刻心想 哎呀呀 知道了 OK的 你不用跟我說那麼多 我明白了 我當時還在街上 街上 我想都站了十多分鐘 就是聽他這樣說 現在回想起來也是挺搞笑的 不過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沒辦法再聽到他 那麼詳盡的解釋 而我們都 深深地感受到 他的離開 是對於 中港台澳 的樂壇 絕對是一個一大損失 他絕對是一個 無可 取代的 一代的 評論人 雖然 周先生已經離開了我們 但我深信 他的一生 過得非常之精彩 而且是快樂的 因為他一直有很多好朋友 也都有他最喜歡的音樂 一勞相伴 周先生 我們永遠懷念你 我們來看一看 所以 我們在一起